每樣計算成績 就是學生成績 那第一個的話特別注意喔 我第一個要 比如說我要執行之後的話 我要能夠讓他輸入成績 比如說把成績 放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比如說我今天有輸入一些成績 然後 假設我今天 最後呢 輸入幾個之後 最後按-1能夠跳1 Enter的話 幫我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那首先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因為我必須要不斷輸入資料 他能夠幫我不斷的記下來 那你特別注意喔 你就需要第一個 需要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串列 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幫我放到裡面去 在以色列裡面很簡單嘛 把他一直停一停 但是在拍攝裡面怎麼做 一 請各位注意喔 我要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欸 特別注意喔 在Excel裡面是本來開就有啦 但是在Python裡面沒有 你必須要先跟Python說 你先幫我產生一個空的清單 OK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就在第一行程式 先產生一個空的 空的什麼 空的一個串列喔 叫Score 那他預設裡面就沒有 沒有的話就空的 意思說裡面還沒放清單 那我要怎麼把它放進去喔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接下來這邊 產生一個變數叫Excel 這個我們自己 就是放成績的變數 OK 預設值為0 如果他放他的成績 我就把這個成績放到Excel裡面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個 Score的這個串列 怎麼放喔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我們就不斷的輸入 那不斷輸入的話呢 我們就Whyle 後面的話不是Whyle E帽 當然你可以寫啦 只是說 後面我剛才寫一個邏輯 那個邏輯的話呢 當什麼呢 當這個Excel 它不等於-1的時候 繼續往下做 但它如果為-1的話呢 它就跳離回圈了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邏輯喔 Whyle 當它不是-1的時候 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把理下的成績 幫我放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那要怎麼放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關鍵來了 放的地方的話 1 我們先讓使用者輸入嘛 請輸入成績 有沒有 所以Input 那Input的話呢 這個地方喔 我們就跳出這個訊息 然後它叫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成績喔 比如說87分 但我前面講過了 它Input就會變這樣 它輸入的話 一定是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字串 文字嘛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 不是文字的話 特別說有兩個方法 就用int 有沒有 前面有int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多一個 叫evil 這個evil的話呢 其實跟int有點像 不過呢 它不太一樣 因為int的話是說 是說把它變數字嘛 如果假設87.5好了 它會變成什麼 87.5不見了 對不對 可是這個evil的話 其實就evalu 它其實呢 主要是幫你把這個 雙引號拿掉的意思 OK 所以它應該 有點像是幫你轉型 就是說如果你有小數點 或沒有小數點 反正呢 它只是把雙引號拿掉而已 讓你恢復成它原來的形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也可以稍微記一下 這樣好處就是說 如果它有小數點 或沒有小數點 就比較不會用 像int int是一律幫你把它轉成有小數點 那如果你用flow的話 它變成一律就變成有小數點 所以用flow用int 各有它的缺點 用evil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呢 它輸入in score 比如說我輸入87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它in score本來是0 然後輸入之後的話 變87分 OK 然後呢 把它轉型了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 把它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怎麼放 關鍵的地方來了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如果你要把它放進去 關鍵的地方就是什麼 scope點 這個地方有一個方法 叫append OK append什麼東西呢 後面瓜糊就是把ins score的東西 把它放到這個裡面來 它就幫你怎麼樣 把那個87分有沒有 誒 放到scope 所以scope的話呢 如果把它append進去的話 它裡面就變成中瓜糊87 OK 那如果你又再輸入第二個層級的話呢 它又變87 豆點87 豆點85 有沒有 它就一直append一個 它就幫你append一個進去 那最後當然你會輸入一個-1 所以喔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輸入-1喔 它 這個地方有沒有 因為在這邊輸入-1了 所以呢 輸入-1之後有沒有 ins score 會多跑一個什麼 append有沒有 因為你輸入-1嘛 它再來回到這邊來之後 才發現是-1 才跳離 所以喔 這個串列裡面喔 會有一個缺點 多一個-1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這個 所以喔 可以改 理論上應該喔 可以讓它怎麼樣 如果它是-1 應該不要append才對 會更好啦 OK喔 因為這個是一種寫法 這個是其實我 這個原來是參考那個 我參考書目裡面 某一本書它是這樣寫 但我覺得這樣寫好像有點不OK 不過你也可以改 至於要怎麼改 可以想想看 那它改的喔 不用 如果說我還沒改的話 那我要注意裡面有個-1喔 OK 所以 這個五個東西 全部都會被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個 score裡面去的 關鍵的地方是用什麼 用這個append喔 OK 所以關鍵的地方喔 也就是說 如何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如何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去 就這兩個喔 這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 無論在任何地方 你要把資料放到串列的方法 都一樣 append OK喔 並沒有什麼太高的技巧 就append了 OK喔 那最後如果輸入-1了 它就跳離了 不過會多一個 就是不應該出現的資料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算什麼 算它裡面有幾個 所以print共有四個學生 那我怎麼知道總共四個學生啊 所以特別主要 共有幾個學生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 有一個方法叫len 這個len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Escel裡面那個len蠻像的 len裡面的話 你就跟它講說 len就是legs 就是長度的意思 然後你把這個scope放進來 欸 它就幫你算 一二三四 五個東西 所以它回來叫做五 然後呢 因為多一個 多這個-1 所以記得怎麼樣 把這個-1 然後呢 外面記得加一個stream 因為它回來的會是數字 那因為你前後如果輸出是次串的話 那你要記得把它轉型 這個應該都講過了 沒有問題 所以四個學生 這應該沒問題 那總分怎麼算 總分的話呢 欸 要不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全部跑回圈 那跑回圈的話 for i 什麼 for i 先加一個total 多多是總分 那如果要全部加起來的話 你可以找 for i in range ok 那這個range的話呢 我們 它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這個是第0 第0個成績 第1個成績 第2、第3 一直到哪一個呢 一直到這個就跳離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總共的話喔 有五個 有沒有 這個有五個 那我應該是跑到這邊停下來嘛 所以應該是 欸 0 1 2 3 4就不要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應該是4才對嘛 對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要減1 如果沒有減1的話 那它會多跑一次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ok 所以就是 把那個裡面 做什麼呢 把它做累加 累加還記得吧 total等於total加裡面的資料 那total裡面的資料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 這個score裡面的第幾個嘛 第0個 放到這邊來 那它這個地方 total 第0個的話 它就抓到哪一個 抓到87分 第1個的話呢 抓到這一個 這一個 依次類推 ok 累加的話 total加等於 但我前面講過啦 你如果不寫這樣的話 你可以啦 total 怎麼啦 total等於total加 也可以啦 寫這樣也可以 total加上 那個串列裡面的第幾個 因為它 所以只從0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加到total裡面去 那平均的話呢 就是把它總共幾個 減掉1 最後那個不要 平均就出來了 最後的話呢 本班的成績 就把它print了出來 本班總分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放一個 特別注意到 這個我是用formate 當然你如果不用formate 變成你要把total放進來 但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用formate的話 那因為有兩個嘛 一個是 這個是總分 當然你有兩種寫法 你可以這樣啦 你也可以用 大瓜果 這好像前面用那個 Judger成法表裡面用過 另外一種是 我確定要給整數的話 就是冒號D 表示我這個總分是 一個 這個數字 然後呢 取到小圓第二位 還記得吧 大瓜果 有沒有 冒號先加 那如果取到小圓第二位 點2F就可以了 這樣就取到小圓 再來的話 就把total 跟這個average 把它放到formate 瓜果裡面 它就幫你放進來 格式化的結果 就會把結果輸出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計算的結果 OK 這個程式碼 雲端上也有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最關鍵的地方呢 不外乎就是 如何建一個空的scope 如何再把資料放進去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程式碼相對的會比較多一些些 不過大體上 除了那個scope 那個篡列是新的 底下的部分的話 像那個畫圍圈 還有像form圍圈 這些都前面有講過 只是說像程式如果你要能夠 真的把它用上 我後來發現還是要熟練 要花時間去不斷磨練 所以如果你還不夠熟 不過沒關係 你可以先拿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先 先貼看看吧 然後再來把那個 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把它刪掉 然後重新再key 你比較不熟的地方 OK 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練習 假如說我今天要輸入成績 如果 如果真的比起eSale 真的還是非常麻煩 eSale打開 它本身就有了 意思就是說 它就給你很多篡列 你隨便放沒關係 你愛放A欄也可以 愛放B欄也可以 但是Python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必須要自己建一個篡列